現在的情況是 民進黨完全配合美國 完全配合美國 還一直在修訂所謂的服役的問題 從原來的幾個月 四個月把它調回一年 現在年輕人反彈了 他竟然還動腦筋動到說 哎呀這樣好了 大學四年 你只要讀三年就好了 一年用來當兵 大家在問的是那女生呢 那女生是讀三年 還是讀四年 那既然大學可以讀三年 那為什麼過去讓我們讀四年 那研究所是不是也不要讀兩年了 讀一年就可以了 那博士班是不是也不要讀四年 五年六年七年了 乾脆都讀兩年三年就好了 那換言之也就是 那台灣全部都變了嘛 大家都覺得是笑話 可是問題就是對民進黨來講 他們的心從來沒有死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要跟美國人勾連 滿足美國人的胃口 討美國人的喜歡 就把台灣的高等教育 把他當兒戲 把台灣年輕人的未來的前途 他的生命當作代價 奉送給美國 齊心可惡可比啊